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橄榄如何重 如何采收 如何腌制 还能入菜做成风味餐 只要到一趟新竹县的宝山厂 就能来一次完整体验了 青龙年议会提案的橄榄旗渔记呢 一条龙的系列活动就成就了 这个北台湾唯一入选 全国十大食农体验经典路线 拿着铁锤操打橄榄 在家堂放入棍子里腌制做成蜜蜒 这就是山林间的绿宝石橄榄 新竹县青龙年议会提案的橄榄旗渔记 成了北台湾唯一入选 荣获全国十大食农体验经典路线 我们的青龙跟这些橄榄的这些从事者 一起合作来造就了这样的一个 食农经典的一个路线 体验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全国的朋友 有空到宝山走一走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橄榄 也把我们这个橄榄的产业推展到我们世界各地 有参与各项的一个展览 那目前很多慕名而来的这个游客 都会想到宝山枪体验这个橄榄产业 北台湾唯一入选 县长洋物科今天特地来到宝山体验 当地丘陵地最适合种植广达40公顷 是全台唯一的橄榄产桑班 每年秋季采收有废味加果的美名 这次获选十大食农体验路线 能认识到橄榄品种和产业历史外 还能拿竹竿敲打果实体验橄榄流星雨的柴果乐 橄榄也能入菜 青农就研发出五股橄榄菜米汉堡 以及橄榄油醋酱有机沙拉色香味剧全 橄榄菜就是做成像福菜一样 就是把它做成米汉堡的样子夹在中间 然后这个米食也是我们新竹在地 就是青农所耕种的稻米 那再来就是青菜也是我们新竹县农会的有机蔬菜 带大家能够体验一下我们客家传统的生活 那橄榄是全台唯一的一个产销班在宝山香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宝山香的这一个橄榄流星雨的活动 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认识我们 橄榄奇遇季食农体验 带游客深入产地亲自采收烟漬做菜 品尝季节限定滋味外 知识 教育 娱乐兼具的漫游旅程 更能感受到浓厚的客庄农村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